历代至上 第20章 过了年,在猎王出征的时候,约牙带领军兵毁坏了亚门人的地方,然后去围困拉巴。 那时,大卫住在耶路撒冷。 约牙攻打拉巴,把城摧毁。 大卫从米勒公神像的头上取下金罐,发现金子净重30公斤。 又有一块宝石看在上面,有人把这冠冕带在大卫的头上。 大卫从城里夺走了大批战利品,又把城里的众民拉出来, 要他们用锯子、铁铲和斧子做工。 大卫带亚门各城的人都是这样,后来大卫和众民都回耶路撒冷去了。 这是以后,以色列人在基瑟与非利式人交战。 那时,护杀人西比该击杀了巨人的一个儿子西派, 非利式人就被制服了。 后来,以色列人与非利式人再次交战。 雅尔的儿子伊勒哈南击杀了加特人哥利亚的兄弟拉哈米。 这人的枪杆好像织布基轴一样。 后来,在加特又有战事。 那里有一个身材高大的人,手脚各有六指,共有二十四根指头。 他也是巨人的儿子。 这人侮辱以色列人。 大卫的哥哥是米亚的儿子约拿丹,就把他击杀了。 这些人是加特巨人的儿子,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。 大卫的哥哥是米亚的儿子,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儿子。